这几年日本社会有一个避不开的现象 妈控 那通俗点说就是妈宝男 咱就说这妈宝男数量到了啥程度 咋还避不开了呢 从2019年起 日本电视台就专门做了一档节目 着重探讨日本妈宝男变多的这个话题 这节目里边展示了各种各样的妈宝男 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 这比较常见一点的 就还属于正常范围的 就许多男生经常跟着妈妈一起吃饭 逛街看电影 年人一点的 还有一天二小时不间断跟妈妈聊天发信息的 那有人处对象了 还要给妈妈随时报备自己的恋爱细节 由于妈宝男数量的增多 一些日本企业为了提高员工积极性和忠诚度 就现走偏锋 时不时邀请员工的妈妈们到公司来参观 更有一些企业为了解决员工离职的问题 干脆邀请妈妈们过来陪图 大家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觉得够不可思议了 别急 还有更奇葩的 当妈的带着儿子去风俗店潇洒 还要在旁边为儿子酱油奶 你信吗 2020年日本一家电影 就在节目中采访了一位风俗店的工作人员 从她的口中 我们听到了这件让人大为震撼的恐怖故事 风俗女就说 她接待了一位30岁左右的男士 跟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妈妈 这位妈妈说 我儿子没有什么联络经验 所以你等会我来研讨了点这种场合的联络资讯 到这一步已经比较离谱了 那更离谱的是啥呢 这位妈还有全程都跟着儿子 还要在儿子旁边给儿子加油 那完事之后 母亲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抱着儿子说 你这是太努力了 哦对了 最后这位母亲不但给了一大笔的小费 还对风俗女说 您真是我儿子的恩人 除了这位风俗女 节目组还请来了一位 妈宝男当事人献身说法 那这个老哥33岁 东京大学毕业 妥妥的学霸 但是毕业之后 他只得了一份家庭教室的工作 月收入只有7万人员 折扣成人民币不到4500 能让他这么有底气躺平 也是有家庭原因的 除了家境优惑之外 这份工作就能让他腾出更多的时间 和他妈妈待在一起 收入地点没啥所谓 因为平时理发买衣服啥的 都是妈妈给钱 最离谱的是 这老哥还保持着 每周和妈妈一起泡汤的习惯 因为家里面有点弟弟 所以这老哥一提到弟弟 这表情吃醋的不行 说他俩经常和自己争夺 和妈妈共处的机会 那很多人听到这儿 已经迷惑不解了 但是这老哥发现大家不解更迷惑 泡汤的时候 服放松和妈妈一起聊天 不好吗 主持人就说 说你这和妈关系这么亲密 那你爹的态度如何呢 对此这位老哥的回答 只有一句话 我不是很关注 这节目播出之后 日网真的跟过年一样的热闹 专家就说 说妈把我男性的关键 是家长的问题 他们的母亲将每个孩子 都看作自己的所有物 再加上父亲角色的缺位 所以让孩子们即便成年了 也失去了独立的能力 你说这人吧 一个人来一个人去 总是要学会独立生活的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